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 这是市议员说的 难道是有关系又没有关系的个案吗 代理市议院徐巧新在脸书上有发文 说快拆实名制 政府目前提供的是包括罗氏跟亚培 但是他有发现罗氏药厂的代理商 台湾罗氏盒子上面写的经销商 是牛耳国际生计股份有限公司 那代理人叫做蔡朝政 蔡朝政是谁呢 他是前民进党立委蔡黄狼的哥哥 他就质疑说是否从这生计业高端 还有福佑达宝吉生 从上到下都跟民进党交情匪浅呢 政府提供给民众的其中一种快筛式计品牌呢 就是罗氏 那罗氏是相当大的国际药厂 他的代理商呢是台湾罗氏 不过他的经销商非常特别 叫做牛耳国际生计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的代理人叫做蔡朝政 他就是前民进党的立委 现在台湾车辆董事长的哥哥 那他也曾经在罗氏药厂工作过蛮久的一段时间 在2021年呢就被踢爆说 卫福部跟科技部主导的一项计划 有读后罗氏药厂之前 当时就被点名呢是跟这个蔡朝政有关系 2005年的时候呢 台湾为雷药防范勤流感 刚好遇到全球客流感的大缺货 也有蓝营立委之指 在台湾唯一生产客流感药物的罗氏药厂 刻意刁难台湾厂 也是点名这个蔡皇郎的哥哥 蔡朝政是药宠 那当然他当时就否认了 再后来牙医工会的酬庸案 特征组的起诉书里面有写到 牙医师工会为了要推动口腔健康法立法 将口腔疾病纳入健保 所以就用会员缴交的2440万元 从2002到2004年期间50万到350万不等的方式呢 去提供这些包括蔡皇郎兄弟等等 那后来呢就被特征组认为 这个已经构成了职务上面的行为收贿罪 最后因为没有办法查明对价关系而无罪 但是呢蔡皇郎也强调就是说他们收的是政治现金 那蔡皇郎选举的时候 牙医界的大佬跟当时的这个陈时中 也一起到南投去力挺这个蔡皇郎选举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 生计业里面从高端服幼达到保吉生 这次的疫情期间所有重要的采购物资 是不是都要是绿油油跟民进党有很深的关系 那才能够取得不管说再从代理到是经销 那背后的水是不是非常深呢 我觉得还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去调查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会觉得 好像必须得有关系才会没关系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